中國聯通星期五凌晨開始 網絡出現故障 超過半天都未收復 大約十幾個客戶下午 去到旺角西洋菜街分行瞭解 部分人同職員理論 有客戶說由凌晨十二點多開始 一直收不到訊號 不滿中國聯通遲遲未作交代 24小時熱線都打不通 有人計劃集合其他客戶的簽名 以便日後向中國聯通殺傷 中國聯通下午三點左右 第二次透過社交網站向用戶致協 業者僅僅緊急搶收 又僅僅服務僅逐步恢復 不過多名網民亦留言鬧爆 更加有人要求提前終止合約 我是NTV東網電視新聞台